哈囉大家好 我是鬼丁 相信大家應該都很好奇我的感情經歷吧 你這種女生不都是被寵壞的那種嗎 對 就是你們這些 以為我們都是被捧在手心上騰的 自主奇怪觀念的人 沒錯 不是每個像我們這樣子 天生俐質 妖艷賤貨 妖艷 辣妹 今天這支影片呢 我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在前年前遇過的恐怖情人 在我講故事之前呢 大家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幾年前的夏天 那個時候跟男朋友在同一個房間裡 當時是坐在床上滑手機的 然後他從我反正走過來 坐在我旁邊 然後就看我在滑手機 突然有一個訊息彈出來 訊息是我某個男性友人 就後來密我說 你在幹嘛 就這樣 我男朋友看到我就非常的不爽 之後他把我嘴巴搶過來 不知道我那個人大概是誰 像鬼打牆一樣 我記得我在跟他交往的時候 我通訊軟體 就全部都被刪掉了 不能跟一心來往的那種 他直接抓狂掉 捏緊手機 最強這樣子 直接大摔 而且再摔 男一隻手機是 iPhone 6的裸機 摔了5次 剪起來的時候 已經完全整個粉碎 我看不太出來 那隻手機的狀態 那個回憶有點嚇人 沒錯 整個回憶裡面 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這個 iPhone 6 可是你不是說 那隻iPhone 6已經被摔的資力破碎了嗎 我就是為了重現當年的 那個回憶 所以我特地去找了一隻iPhone 6 給大家看一下 這隻iPhone 6 真的喔 活機 當初對牆摔5次 直接資理破碎 手機毀滅 那現在就讓我們自己來實測看看 我當初的回憶 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我們直接實測 走吧 來 卡斯 就交給你了 現在是個 憤怒的男人 要多憤怒 就是這麼憤怒 你要喜歡 中風的男人 來 憤怒 來 憤怒 好 我們來回顧當時的場景 那邊滑這個手機 然後滑滑滑 我男朋友的座下 然後看到我在傳訊息 然後就非常生氣的把我手機搶走了 搶走了 對 然後他非常憤怒 非常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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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 砰 然後就 這樣嗎 我感到壓力 其實就算了 我很想說驚奇一點 有嗎 壞掉了嗎 嚇死我了 憤怒的男人 Part 2 好 再來再來再來 還沒有到 三次就爆了 然後再來 欸 已經爆了啊 妳還要再來 那個時候還沒有 還要再更碎一點 還要再碎 已經碎了耶 四次 上次差不多就變這樣了啦 如果妳在摔第五次長怎樣 我們一直愛變成四支iPhone 因為妳在打扑克牌嗎 那妳在幹嘛 妳就坐在原地哭了 假的啊 就像剛才妳第一次摔那樣 我剛才沒有辦法反應啊 第一次就炸贏我 第一次就裂掉了 第四次就已經接近我當時 回憶的樣子了 不管在經過什麼樣挫折之後 其實我們多少都會 汲取到一些教訓 例如像我經過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就學會了 在做激烈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一定 一定 要做好 保護的措施 我準備了這個 這是什麼 保護措施 我看很多YouTuber都在用的耶 按摩防摔殼 嗯 看到蠻多的 脫裏保護貼 致面保護環 保護殼 我們現在就要來幫我的手機 直接換殼 你是買錯了是不是 那來 我看你手機 沒事 摔也沒事 摔也沒事喔 還太秀 我的Pro 試一下11的 11系列的 那就是11啊 你說你那個是11喔 我的剛好是11啊 你就這麼放心的把他交給我嗎 那我就讓你試一下Size而已 天衣無縫耶 我幫你換來新的殼 這真是很好看的 你就這樣子把人家手機充光囉 對啊 你 所以 我今天買了這樣子 一整組的 惡魔防摔殼系列 今天就要來實測 當年另外一半 暴怒了非常想摔手機的狀況下 如何替你的手機 爭取更多的時間 對新男友就好了嗎 我要解釋一下 為什麼買的是iPhone11的殼 現在大家不是都用最新的手機嗎 所以我想要直接實測最新的給大家看 那就 只好摔這隻了 先拿這隻眼小戲劇了 用眼啊 對 用眼 你有炒過假嗎 有 有喔 有喔 喔 真的喔 誰沒有炒過假 你也有炒過假喔 你還炒過飯耶 我說煮菜 煮菜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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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幹嘛 沒幹嘛 沒幹嘛 為什麼有人訊息你 這是誰 就一個朋友 一個朋友 那為你在幹嘛 對 給我看到對話記錄喔 對話記錄給我 對 給我 給我 給我喔 幹嘛 所以訊息到底是誰 就沒寫就朋友 朋友 對 普通朋友 不是說好不跟男生聊天 奇怪 他敲幾次 五次 五次 五次嗎 對 我們剛才 喔 幹 喔 開了 沒事 手機沒事 完全沒事 那我就會放棄 中環球可以用 是嗎 中環球可以用了 你確定 等一下如果真的壞掉 我就GG 喔 好咧 幹 不講話 奇怪 要不要加薪啊 我先完全 幹 不加薪 幹 我沒加薪 我還被誰 來 檢查一下 還在錄影 牆壁傷害比較大 我等一下再回頭 我現在不敢回頭 永遠不回頭 骨灌路要多長 看 看得出來喔 對 沒事耶 恭喜你 欸 連我的玻璃膜都沒破耶 沒事 好好的 你還要陪我走很久的路呢 應該在丟掉了對不對 大家可以對比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先坐下來 你先坐下來 對不對 等一下 要幹嘛 你拿著手機 幹嘛 我又多摔一次 沒事 沒事 原本想換Pro對不對 尤其想換Pro 對 不 oh my god 欸 沒事耶 用命一點 所以 所以摔壞 我 可能是吧 力氣很小 這樣喔 不好意思 我錯怪你耶 對啊 幹 我覺得你們在霸凌我 好 換你 好險 沒事耶 我這樣是幫你刷IP 你知道嗎 我當初也是這樣子 一路走過來 也是一路被畫素過來 沒有 我沒有說 我沒有 當初誰畫素你 蛤 是誰 在揪打我 不好意思喔 你沒辦法換手機耶 好 沒關係 它沒事就好 爽到你 我還送你一個盒 真的 它功能完全正常嗎 我滑的功能 相機啊 正常啊 都正常 正常的啊 原來這個就是感情上的重點 今天這支影片分享的這個回憶 是我自己本身 遇到的一個故事 除了想跟大家分享這個故事之外 也希望跟我一樣遇到的人 我們可以去 學習 面對這個因應 所以我找了一位心理師 請教他一下 我第一次看心理諮書 就獻給你們了 嗨 你好 我碰到的狀況是 這次是第一次他怎麼情緒化 還是過去也怎麼情緒化 第一次這麼情緒 我通常會先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你們交往多久 還有他過去有沒有比較情緒化 比較激動的行為 交往有沒有那麼的深入 到他可以就是控制你啟動 這種行為通常不會是突然發生 會成為活不起人的模樣 一定他消失或被錯誤的對待 而他也學會用錯誤的方式去對待感情跟對待人 我身邊還蠻多女性友人 其實都還蠻漂亮的 他們呢 很容易遇到恐怖情人 那這群人呢 都有些些特徵 可是我不是說 所有這樣的人 都會成為恐怖情人 富家 惡少的這一種 因為他們不用負擔錢 所以他們可能還蠻自由的 所以他們就會控制感很強 他們做一些事情 來做情感上的威脅 就這樣其他樂趣 前面我在聊這件故事的時候 你應該是覺得 你應該是覺得我還沒有打算要 要面對這件事對不對 好 呃 跟你說可以錄成的面好了 嗯 你其實會知道當時的你怎麼樣 現在你可以怎麼樣 當心理諮詢就先處理情緒 情緒穩定的我們再來看可以怎麼念你 是把人家傷口挖開 好你 痛哭流涕 血淋淋的噴血 好 我們把你的傷口挖開 是要瘋痕的 第一個呢叫做 騙子型 一個是他會依心 而且非常主觀 自我方位 你只要被發現一次 有一個可能曖昧 或是前男友 他所遺憾 就是我發呆 你每次都這個樣子 來就是以愛為名 做情感上的東西 讓你覺得你是不會全弱 第二個呢 是 疏離型 是喜歡用能保 不過你的伴侶 生活權非常的下隱 但是他又跟你很好 是我的全世界 這個 可能也有機會還蠻恐怖的 第三種呢是 戲劇型 個性 喜怒無常 通常是不太可情 難公益 說謊 作者的主 比較低 看起來像是很多種性格的 第四種 半身會情的情人 只要一出現這個 就直接分送了嗎 其他可能還有機會救人 是經常欺騙的 沒有什麼良心的 沒有罪惡感 所以他可能就有很多的 肢體暴力 為了你跟你家的身體安全 和保持距離 還有一種呢 肢連型人 通常也喜歡去控制別人 嗯 所以當在關係裡面 我找很多的男女 過去的情感創傷 會喜歡你給我安全感 對 做兩筆的經歷來一起 然後我是一個非常補足 跟不安全感很重的人 教育型人 那這樣的人呢 其實在你母語很強 會有一個特徵 激情與厭倦標 最後一個是衝動型的 是恐怖情人最重要的資料 在情感上受缺 他就要甩手機 工作上可能可以 可是情感上他不行 然後他又是依賴型的 又是衝動型的 他有兩個三個的綜合 那就有幾個 情感恐怖情人 大概可以從幾個方式 去聊天這個 事不適合什麼運動 第一個呢 就是喝酒之後 喝多了 就會看到真實的樣子 因為他對自己的女朋友 有許會下降 第二個呢 看他對他的家 也沒有太合眼 因為是不得 我在嘴裡把你當寶 所以到最後就把你當吵 所以我都有時候會看家庭氣氛 但這不是獨立的 第三個就是 他媽將管理性 還沒辦法 謝謝 謝謝 好 感謝你的要員 謝謝大家 掰掰 這個人是覺得 我可以用時間慢慢去淡化他 那個時候的那位男朋友 我其實不討厭他 我也很祝福他 但是我對那個回憶 是記憶遊行的 遇到了一些事情之後 我們要去反退一下 不是去怪以前的自己 為什麼那個時候 就這樣子被對待 就是現在的我 又遇到了一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會怎麼樣去處理這件事 比如說A翻案 他摔我手機那一刻 我就把手機 接住 是B翻案 所以第一次之後 趕快跑過去 然後把手機搶走了 然後奪門而出 他又會是什麼反應 我是C翻案 一開始手機就不要裸機 我就裝好按摩防摔殼 那怎麼摔 有摔過爆 那是不是也是一種選擇 從這影片希望可以讓大家學到 如何去判斷 對的人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 對的另外一版 幹嘛就是你手機記得要裝 惡魔防摔殼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追蹤我的臉刷IG 打開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其實我覺得今天攝影戰鬥 我會很大 等一下你去看那個牆嗎 喔我有看 喔這可能要用補圖補過 再從上吸喔 在這裡我跟房東大哥 正宗的說一聲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這個牆的這樣子 我用補圖把它補平 補圖很簡單啊 你現在是叫我阿龍 這就是他了 如果沒有弄好話就是 沒有問題 我再把他的身分證 引印本給你 謝謝房東